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制作组公开的内容来看 宇宙冒险2一期在2020年春季 推出游戏的正式版 并增加更多的BOSS 物品和全新的人物等等 而官方现阶段正在努力的方向 就是游戏的本地语言化 包括简体中文 表示将在下载更新时 向玩家们免费推出 法国发行商小顾纯 在本周末开启了Steam发行商周末 现在塞伯利亚之谜3 平时低18元 塞伯利亚之谜1 近时低8元 美丽新世界2 平时低47元 昨日起源 平时低10元 闪回平时低18元 代号13 近时低7元 加飞猫卡丁车 近时低6元 阿加沙克里斯D ABC谋杀案 平时低9元 摩托英豪4 平时低10元 狭盗罗宾汉 社武德传奇 近时低6元 法国游戏开发商 小顾纯公司成立至今 已经有25个年头了 期间推出了诸多 筷子人口的AVG佳作 比如塞伯利亚系列和 恶业杀鸡系列 而在本次的Steam发行商周末中 除了上面提到的 知名AVG游戏 塞伯利亚之谜系列 和经典平台射击游戏 闪回外 还有许多游戏 正在以使地价促销中 而且大部分都只要几块钱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Steam翻一翻 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 刀剑神域三部曲之一的 刀剑神域失落之歌 在今天开启特价促销 现在游戏本体新鲜第44元 在刀剑神域失落之歌游戏中 玩家可以操控主角同人 组建自己的后宫团 来到漂浮大陆 斯瓦特阿尔普海姆 展开全新的冒险 与前作不同的是 本作新增了魔法攻击 并原创了部分剧情 玩家可以在失落之歌游戏中 体验到原创角色 赛文和林英的崭新故事 刀剑神域失落之歌 在战斗系统方面 则采用了完全其实的战斗 玩家可以操控同人 在地面或水空中 自由地使用各种剑技 也可以操纵后宫团的其他角色 为了庆祝五一黄金周的到来 时光之帽开启大促销 截止到5月10日之前 玩家都可以用新式低价44元 来购买到游戏 时光之帽是一款可爱至极的 3D平台跳跃游戏 被誉为是女版的超级玛利奥奥德赛 在游戏中 玩家将扮演一个 头戴大礼帽的太空旅行女孩 通过跳跃 战斗 或是缝织各种各样的神器帽子 在广阔的世界里自由地探索 除了此次特价促销外 时光之帽的全新DLC 黑道地铁 也将在5月11日正式发售 包含可容纳50名玩家 同时在线的派对模式 和一个全新故事区 玩家可以操纵小女孩来到充满东京霓虹风的铁路枢纽 运用全新的武器棒球棒 与各种猫窃贼 或者是其他重罪的猫科动物来进行战斗 收集10种全新的时间碎片 现在此DLC已经开启了预购 售价为28元 海战题材的黑色尾流 在今天开启的特价促销 现在游戏本体侵蚀率23元 黑色尾流是一款多人在线的海战动作游戏 玩家将扮演水手或者是海盗 驾驶自己的爱船 去击沉其他玩家的轮船 游戏的整体玩法和前阵子大火的阿特拉斯差不多 十分强调船员们协同合作 由一人当船长指挥全队 其他人填装炮弹开火 修补船或者是排水灭火 而黑色尾流的计分方法则和战地差不多 此一人就掉一分 先掉到零分的那只队伍算做失败 开放世界生存动作游戏人渣 在今天开启了新实地特惠 现在仅需47元 人渣这款游戏呢 也算是把好牌打烂的一个典型代表了 游戏曾在18年靠着硬核生存的玩法 和一些有趣的设定爆火了一阵子 在一天之内销量达到了25万套 但是这个组破误的决策和感人的更新速度 也导致了游戏的在线人数急速减少 现在人渣基本处于凉透的边缘了 制作组却频繁地搞起了更新 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无安矣 感觉再怎么更新 也不会吸引老玩家们大批回归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访问YCCG售卖高折扣CDK和85折国区礼物代购的淘宝店 DEM畅销游戏和热门新品都在这里哦 我们下期再见